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二豪 本部影片就是介紹一下隨行鎖油輪牌 那我把我的台版帳號打開 然後呢 我今天會先轉給你們看 就讓你們看看 因為我台版沒什麼在玩 那就先轉 好呢 那進去之後會有四個任務 四個大項 一個是登入類的 寶珠類的都是登入天數 最高到20天嘛 200寶珠 所以我想大部分的人至少都會等20天 因為其實200寶珠真的蠻多的 然後第二個呢 是入手 這個是獸神域的系列 然後他換的東西是大安鍋 然後這個獸神域呢 是可以你用換的 你可以用運氣交換 你可以用運氣換 你換這個他會算在裡面 只是呢 我都建議你們去打每日關卡 就是他有個獸神域系列的關卡 那是可以的 就可以換 他會算在裡面 然後第三個是會面 那台版的會面我不太確定 可能你們要找什麼 叫丟飯嗎這種的 你們可以或是找群組跟別人玩 對 喔對 他是第一次有人玩 所以你一定要去找 那個 可能要去找面臉 就是想辦法啦 對 這個我這邊就不太確定了 反正你們就去找新人玩 第四個呢 是完成喔 然後有 各種道具 看一下 任選靈 珍珍閉獸龍獄法杖 欸其實這個真的不錯欸 如果對新手來說 這個老實講是不錯 可是對老手來說 有些道具會溢出 所以我個人覺得 看你的階段在哪裡啦 不過我基本上 真的想不到你才會塞這個 不然我不太建議 因為道具我們可以慢慢打 然後米奇最近也送的蠻多的 好 然後第二個呢 是 必出一體 這個是 必保一隻 有 大安國 未獲得的這個我不建議換喔 未獲得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每個月都有未開育 老實講真的不建議換 那個CP值太低了 那必出一體限定 跟必出一體Alpha的 轉蛋 我自己覺得 嗯好像還好 因為 因為必保一隻等於你失聯 他是必送你一隻 然後那個 必保一隻也不是未獲得 你是有機會抄到場館的 那我不如 不如去抽這個50連 這個50連感覺還比較好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有人算過 好像50連機率會比較高 對 這個 Alpha 50連的 你要塞就是塞這樣 然後定期票我一定要塞 定期票的 定期票很簡單 定期票是 轟絕 不是那個 暴絕 你拿三體轉蛋角 然後 你拿三體的降臨角 然後帶一隻轉蛋角去打就好 現在暴絕都蠻簡單的 暴絕的部分呢 我建議你去打 這個 可以打 阿瓦龍 阿瓦龍是這個 這個 阿瓦龍還蠻簡單的 我台盤居然連暴絕都打不掉 好 就是這個還蠻簡單的 可以用免的 對 角色就自己配一下就好 好 那我們回到轉盤 那這個 緊張刺激寶珠 心跳跳寶珠阿 這個看你要不要塞 賭狗才會塞 對 我自己覺得看你要不要賭啦 我自己會玩一下 好 那麼呢 這個是 以下我對輪盤系統的前聊 那我們接下來 換到下一個 就是換成別的方式來介紹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 輪盤的配法 那我的配法 我推薦給大家 就是目前是先七個推薦 基本上我覺得這七個是一定要放的 寶珠部分 兩百顆 一百五十顆 一百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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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我一定會先放進去 然後十連轉蛋的部分呢 大暗鍋乘五跟Alpha暗鍋乘五 我也會放進去 那有人問 那個必保一體 要不要放 我自己覺得 五十連的期望值 比較高啦 因為 必保一體是 有機會抽到 就比較倉管的限定或Alpha系列 那我們不如賭大暗鍋或Alpha暗鍋 至少 那個 機會比較多嘛 那其他的部分呢 那定期票我是一定會放的 因為 定期票已經包含是 三百寶珠了 他基本上是這個 輪盤裡面 實質的大獎 對 我們不算Doki Doki寶珠的話 定期票已經算最大獎 他是分三個月給你 然後每個月有一百寶珠喔 然後呢 他還幫你有儲蓄的功能 所以你手癢的話 其實你也不會亂花掉 所以我覺得定期票真的是算大獎 那這七個 我是基本上我會放進去的 剛剛講的七個嘛 那我剩下的一個呢 我給你們四個方案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的 第一個呢 是心跳寶珠 這個是讀狗限定 500顆寶珠1.3% 跟10顆寶珠11% 你裡面會多加個500顆寶珠 但你必須承受10顆寶珠的風險喔 那個就是看你要不要讀啦 那第二個呢 是寶珠50顆 那他也是寶珠系列 但他就是穩定 因為畢竟寶珠能自己選擇怎麼用嘛 50顆也是寶珠啊 第三個呢 是暗鍋跟Alpha暗鍋乘3 這個就是 那個50連下面的 就是剩30連嘛 那個就是150克的價值 那暗鍋跟Alpha暗鍋我個人覺得 可能我們本家暗鍋會比較好 因為本家暗鍋有未來性 就是有些舊的限定會有機會受神啊 受改之類的 Alpha暗鍋基本上能用的就只有今年的系列 還有以前比較少的幾隻 能用的基本上就10隻而已吧 就是大概有10分 10分之10的角色是好用的 剩下3分之2不是過氣 就是要等很久才能改 那第四個呢 是未獲得限定 orAlpha限定一體 這個就是穩定拿一隻 但是你有機會抽到重複的角色 這個就看見仁見智啊 因為這個我真的沒有保證你一定會抽到強的限定 就是好用的Alpha或好用的本家限定 那這個就是看你的想法 那我覺得以上這四個我自己會推 對暗鍋乘三跟Alpha暗鍋乘三 那麼以上呢是這最後一格的獎勵獎 因為這四個老實說都不一定 因為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有人想要寶珠啊 有人想要拿暗鍋或是未獲得限定 就是穩定一體嘛 就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就是所以大家在自己看自己的想法在決定喔 好那我們講那麼多 我們來抽我們的台版輪盤 好那我們回到遊戲畫面囉 遊戲畫面這邊呢就是 來隨心隨意輪盤 這邊要滿8個才能安裝 那個輪盤 對 好這邊就是5050 然後這樣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 好這邊先安裝8個 好決定 然後他就會有A B C D E F G 就這些什麼 200 那這邊都大暗鍋嘛 好轉動輪盤 喔他是這樣玩喔 欸那如果這樣Doki Doki的話 那個50顆感覺很少欸 欸我想抽暗鍋我想抽暗鍋 給我暗鍋給我個暗鍋 拜託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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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怎麼會這樣 欸還會這樣搞欸 欸這樣代表Doki Doki 如果他跑到500顆然後旁邊是10顆 他這樣給你倒轉怎麼辦 這樣也太靠北了吧 好吧那我們先抽 前往轉蛋 欸 欸 欸他給 喔他 喔然後他說 這個全明星輪盤到11月23號為止 那我們來看一下機率喔 有沒有機率 沒給機率欸 喔他到花音欸 欸他到花音 他這個輪盤到花音 全明星到花音 OK 好 嗯 有沒有機率啊 欸 等一下等一下 OK 剛剛點錯了 有沒有機率我想找機率 看來是沒有機率欸 沒有機率 好那我們直接開始轉囉 好先轉 這樣就是大恩鍋啊 也沒有必保一隻 看狀況啦 我自己覺得50連一定會放 我是一定會放進去 好 好 欸 欸 來跳了跳了 喔生狼丸 我這隻戰傲很多都沒有 生狼丸 好 我猜應該就是12%啦 應該是12% 這是 這是台版珠萌嗎 這是 那個嗎 台版限定角珠萌嗎 喔 挺有趣的 這是 這是珠萌喔 我一直想說你們一直嘴他 然後我一直想說他到底是怎樣 哇這隻也很舊欸 搞不好明年就瘦成他 好 喔還可以再轉 還可以再轉 然後他 然後給你們看喔 這個是不會穿在非洲域碎片的喔 免費的東西是不會穿在非洲域的 好我們繼續轉 OK 好 其實我是做測試的心態 所以抽到場館我也沒關係 來拜託 欸 不對欸 阿對 那這個 殺蛋鍋也是有機會爆死的 不是必保一隻 那 還是 這樣就不好講了 反正我今天只是做測試給你們看嘛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的輪盤玩法喔 那我個人覺得 嗯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那我前面七個基本上是必放啦 那最後一個呢 就看自己決定了 對 好那麼以上是這部影片喔 那感謝各位觀看 謝謝大家 我是二號 掰掰